好 大家好 风水学上面其实它绝大多数是运用了 我们人类的行为跟心理的影响 然后来对我们人生产生影响 那古人呢把这些东西统计起来之后呢 告诉你说哪些哪些是有问题的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啊 这对这个人来讲是个傻 对这个人来讲是不好的事情 对你来讲你不见得会认为 这个我们在讨论斗树一样 煞星不见得就是不好的事情 有的时候你就是缺那个煞星 去赌一把你就反而可以赚大千 所以在风水的调整上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的回归到 风水的基本奔支 也就是说古人对于空间环境 对我们人心理生理的影响 然后产生的这个智慧的结晶 那在上次呢 我们讨论了风水上面 之种很雷的部分 大家不要踩到 我想一定有人想要知道说 那好的部分在哪里 当然了你也可以说 没有不好的等于就是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你知道大便就是大便 大便每一个人吃 都觉得它是一坨食 可是美食呢 却不是每一个人吃 都觉得它是美食 所以关于好风水这件事情 我们不可否认 当然躲掉不好的部分 它就会是好的 所谓好的部分呢 其实它相对不好的这种风水来讲 它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呢 对我好的部分不见得适合你 对你好的不见也不见得适合我 今天呢 我们要帮大家提出10个风水上面呢 是比较好的状况 但是呢 这边我们也会特别跟大家提到说 这个是我们期待我们自己的观众收视群呢 是大概15岁到65岁这个区段 今年啊 中秋过后 房地产会开始往下走 有人可能开始可以有机会可以买房子 或是你准备要买房子 或者是说 你现在还买不起 那你先要租房子 然后呢 接下来再去买 不管你是哪一个 我们都可以啊 参考今天的这段影片 让你知道说 当我要开始选一个房子的时候呢 我应该要怎么样才是挑到基本款 状况还不差的 大家在看房子的时候呢 注意下面这迹象 对于你的房子来讲 就很大的帮助 在风水上面我们跟大家说啊 它很像是我们的衣服 买到适合自己的衣服 是很重要的 挑选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旦这个本身它就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从后天的力量 人为的力量去跟动它 那难度都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摆一些什么东西啊 贴个什么东西啊 然后去跟动它 其实那个力量 都比较难超过原本建筑物的力量 去看一间房子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做这件事情 第一 如果你有养宠物的 有小朋友的 小朋友原则上是六岁以下 如果三岁以下更好 带着进去看 如果说猫猫狗狗 小鸟 或者是这个小朋友 他一进这个房子之后呢 就开始觉得躁动 或者是他本来躁动 一进去之后瞬间变得安静 也就是说他的表现跟正常 平常的情况都不一样 情绪做了明确的转换的时候呢 通常就表示这个房子啊 不管要讲它磁场也好气场也好 或者是说他紧密 可能有不干净的拎在里面 都有可能 这个可能来自于各式各样 外面有煞啦 这个地方特别阴啦 那原本的建地有问题啦 各式各样都有可能 大概三岁到六岁这个区段 这个阶段呢 都是处于在 已经有了思考能力 但是呢 那思考能力又没有大到 被很多很多的社会价值啊 去掩盖掉 你自己本身的地理有感 跟本身的感受度 带小动物小朋友去看看 如果有问题的 我们就建议 那其实你要考虑一下了 那再来呢 建筑物外面 尽可能的不要有大型的 铁桥铁道 也就是说呢 建筑物外面呢 最好啊 是可以闹钟取静 表示说你生活方便 但是又不会受到太多的 外力环境的干扰 原则上呢 安静的居住环境呢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室内每一个房间 包含客厅 最好都要有窗户 也就是他有足够的拆光进来 那很多人可能问说 没有窗户 我可不可以用抽风机啊 用什么啊 当然可以 可是这些是不是 就会相对麻烦 而且他不是自然的 窗户外面不要有煞 那当然什么叫做煞呢 最重要的判断方法就是 你看到 觉得他不开心 看起来不喜欢 觉得讨厌 他就算是 当然就是 客厅要尽量明亮 而房间呢 不要明亮 大家可能觉得 老师你刚刚说 大家都有窗户 有窗户 光就会进来 光就会进来 怎么可能客厅会明亮 而房间会阴暗呢 它的差别在这个地方 就是客厅当然是明亮 没有问题 也就表示说客厅的窗户 或是客厅最好有个阳台 它有个大的落地窗 踩进来光就会比较大 那房间呢 它的窗就不要这么大 更重要的一点是 房间不要碰到西闪 房间的窗户不要对着西边 那可不可以对东边呢 那就看你啦 像我们这种老人家 自动早上六点就会起来 五点就会起来 那我当然就不在乎 太阳从我的窗户起来 我还觉得还不错 暖暖的 房间呢 它的窗户是开在南跟北 这样不管你的光怎么进来 你不会那么的直接 但是客厅就是要直接大量的光进来 所以客厅要亮 然后呢 卧室呢要比较阴暗 当然 卧室的部分你可以用窗帘去解决 各地尽量的房镇 走到呢 尽量不要弯曲 这个部分我们常会看到 有一些你买房子的时候 它是这种可能两间房子啊 它一次很有钱 它一次买两间 然后双拼起来之后 它把东西墙打掉 早期台湾会有喜欢那种有加成的 敲高四米八 然后从那个两米八的地方砍成一半 上面还有两米 可以有个夹层 那个小楼梯 如果是一般居家 尽可能不要有这种 因为里面的动线混乱啊 简单来讲啊 动线的混乱会影响思绪 那就更不要讲 因为各种奇怪的 隔出来的空间 很容易就会在空间里 产生各种杀 所以尽可能是开阔方正 然后呢通道是直通跟简单的 第七个 主位要宽大 那这边所谓的宽大的意思就是说 你床放下去 然后你人在行走的时候 在床边行走的时候啊 至少要能够有两个人 而不要只有一个人要闪来闪去的 这样才是足够大的宽大 再来客厅一定要大于住卧 有的时候我们在帮人家看风水啊 我们真的很奇怪 那个设计师都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为什么可以设计出那种啊 落地窗 在厨房跟餐厅 客厅小小一间没有窗屋 硬塞一个沙发跟电视在那里 感觉上那个客厅是硬卡出来的 如果你是一个人住可能还好 但是如果你是有家族成员的话 那其实这样的情况都会导致 家族成员之间啊容易不喝 因为你的生活习惯都不会在客厅嘛 大家每次回到家客厅那么小 你就关在房间里面 没有交流感情的机会 再来 朱雀位 我们在最近影片有跟大家讨论到 怎么找到你的朱雀位 你有了朱雀 你可以确定四个四边的方位 找到朱雀位之后呢 要看一下你的朱雀位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当你的朱雀位好的时候呢 你其他的方位啊 相对都不会插到哪里去 那怎么样算好呢 原则上就是啊 你站在那一边 然后不是坐的 要站着 然后平视那个光线出去的时候呢 不要有什么会挡住你视线的建筑物 如果有也没有关系 它有点远 看起来那些都没有特别讨厌 怎么样特别讨厌 譬如说信义区最近有一只库斯拉 那看起来就有点讨厌 那或者是前面有什么摩天伦 或者什么违章建筑 这一类的 你看起来是杂乱的 这种是不好的 那如果他看起来是整齐的 这样是还可以的 那更好的是什么呢 更好的 注意刚刚有讲到说 你要用你的视线平视出去 对不对 更好的情况就是啊 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呢 有一个平视出去 大概比你的视线往下在低一点 约略在鼻子跟下巴这一段 这一段的地方 有一个平台式的建筑物 或是平台式的物件 它可以是一片树林完整的 它可以是一个方形的建筑物 maybe好几栋 但是它是连盘在一起的 这个就是风水上面讲的暗 暗箭的暗 暗指的是啊 感觉你看出去的时候呢 你好像有一个自己的书桌 那它实际上 它在心理上是因为 人的事件看出去之后呢 我会觉得说 诶 我的前方 看起来是事件辽阔的 但是呢 它又不是辽阔到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就不会有斗志了 辽阔 但是呢 很丰富 那你在心理上面你就会觉得说 诶 我觉得看起来心情不错 而且 我潜意识的 我想要说 诶 这东西干嘛啦 那东西干嘛啦 你还有那种想要探究这个世界的心 所以才会产生动力 那前方又有一个很稳定的 刚好在你的事件下面的这个点呢 这为什么叫做暗 因为 当你有一个很稳定的建筑物在那边的时候 它会在心理上面有个定毛的作用 所以你不会纯粹的混乱的心情 而会有一个稳定的心情定在那边 但是又同时具备 你会想要探究这个前方的五光十字的世界 然后也不会觉得这有很复杂到 或让你觉得不舒服到你不愿意走出去 这个是一般在风水上面 前方要有暗 然后呢 要有木跟水的形 然后呢 不能有煞 要有至少三个城市 靖中院三个城市的阶层 市县的透视店 以及顾及青龙白虎位 总结起来 其实是这样子看的 如果你的猪穴位有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也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房子 那最后一项 最好这个房子呢 旁边的道路都是包覆着你的 所谓包覆着你的就是说 不要有一条路直冲你们家过来 然后更不要冲过来之后呢 他这条路还转出去 这个就是所谓的反攻杀 路过来之后呢 绕到你们家之后直接出去 最好呢 是环绕着你周围的这个社区 或者这个建筑物 所以以上这几点 还是要上次说的 十种不好的地方 再加上这十种很好的地方 那这通常都是一个 不太差的空间环境 不太差的一个房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有十种风水上面 我们觉得有拥有这些东西的话 他状况是比较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的频道呢 开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常会碰到很多的网友 问很多的问题 今年开始呢 打算开一个节目啊 叫做大根信箱 你有什么问题 除了叫我帮你算命之外 不管在命理的学习上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是人生的议题上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官网 还有我们的粉丝团里面 或者是这支影片下面呢 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定期的整理出大根信箱 专门的影片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得到解答 好